繼續開會 這一節請羅議員鼎成總質詢 時間45分 謝謝主席 市長 副市長 還有高雄市政府的所有局部長 及高雄市民朋友 大家好 我想 過去幾個月 所有市民 當然11月底前 所有的擁有房屋 不動產的市民朋友 大家都收到了一個叫 地價税的獎納單 當然這個地價税 有人就開始罵了 因為這個調漲的幅度 實在是太多了 那基本上地價税的問題 之前有幾位我們的議員同仁 都在議會質詢的時候 總質詢的時候 都提出來了 我想地震局長 然後我們的財政局長 都對地價税的調漲的原因 及調漲的幅度 為什麼是這樣調 大家都做了很詳細的說明 那我今天重點不在地價税 今天重點在於 明年106年度即將重新評估 審議的房屋税 那這個房屋税 一樣是屬於我們的地方稅收的性質 中央坦白講 過去的大半年的時間裡面 很多不動產的專家 很多的不動產地震的學者 還有律師們在節目 在公聽會 在研討會 都提出了相當多的說明 那因為中央的態度 坦白講這是個地方稅收的性質 中央呢 基本上他們也只能尊重地方 你們要怎麼去調漲 那是你們家的事情 因為稅收回來是屬於你們地方 縣市政府的稅入 那中央基本上 除非需要動用到修法 就房屋稅條例要怎麼修 到時候是中央 還有國會的問題 否則的話 目前為止 地方政府怎麼去收這個房屋稅 都算是合法的問題 可是 真的合法嗎 真的合憲嗎 這個我待會要跟財政局長 檢議長好好討論這個問題 我們看一下房屋稅的規定 跟立法理由 房屋稅條例說 第11條 房屋標準價格 由不動產平價委員會 依據下列事項分別評定 並由直壓室 縣市政府公告之 第一種 按各種建造材料所建的房屋 區分種類及等級 第二種 各類房屋之耐用年數及 折舊標準 三 按房屋所處 街道村里之商業交通情形 及房屋之供求概況 並比較各該不同地段 之房屋買賣價格 減除地價部分定定標準 這個第三款 減除地價部分 這個要談到民國56年立法委員 在修訂這個房屋稅條例的部分 那個當時立法委員 有提出很多的討論 那 現在會發生違憲的問題 就是在於減除地價的部分 待會我會講到 會講到這部分 為什麼我要在這邊提出房屋稅 因為現在明年我們要評定的部分 之前台北市政府 台南市政府 尤其是台南市政府 已經開第一槍了 台南市政府 他不僅要調漲 而且要回溯 過去15年蓋的房子 也要一併試用調漲 台北市政府 坦白講更狠 回溯30年前 蓋的房子 都一併要試用調漲的稅率 在這邊 我想 好的財稅政策 帶高雄市民上天堂 不當的財稅政策 帶高雄市民 也許連套房都租不起 還會 還會牽連到我們的首長 那這邊我想要請問一下 我們財政局長 警局長 對於明年財政局 將調整房屋稅 我想調整 我不知道你們現在的 副案是要調漲 還是維持不變 請問您的看法 謝謝 請財政局長回答之前 讓我來介紹一下 我們旁聽席的貴賓 來了嗎 還沒來啊 這個不是 這是剛剛那個大學的 好 對不起 好 謝謝 請財政局長回答 好 謝謝議長 謝謝羅議員 我想剛剛你已經 把法律的貴賓講得很清楚 那我們明年 我們依據大概明年 五六月間 我們會開這個委員會 那我們現在也請稅間處 再收集各方面的資料 你剛剛問我一個核心問題 明年到底要調升 調降還是怎麼樣 我想現在還沒有肯定的答案 我就是依據那個法條 房屋的限制 房屋的限制 房屋限制 我想等一下 你會講說房屋限制怎麼來 原則上我們高雄是採用的是 營建工程的物價指數 就三年來的變動狀況 還有地段率 還有折舊率 這方面我們都會一併考量 好 局長您先請坐 您先請坐 您提到地段率對不對 今天 房屋稅條例 發生問題就是在地段率 入斷率的部分 這部分可能是違憲 入斷率是不是沒有 法律是不是沒有明文規定 你們調漲最高能調到多少% 對不對 是嗎 好 來 我們往下看 房屋稅坦白講 它不是一種實價科稅 是一種擬製科稅 這個部分我想 台北市水淹處是這樣回應 他們不認為 資質採實價科稅原則 我們高雄市 處長 水淹金處處長 您的看法呢 請問房屋稅部分是採 什麼樣的科稅的方式 處長請回答 謝謝那個議長 還有謝謝羅議員 因為我們其實根據法定上的規定 房屋現在 房屋稅的課稅的這個稅計的部分 是採用這個 房屋限制的部分 那其實它也不是採實價的部分 所以應該不是實價 那在虛擬的部分呢 應該是有一點不過不是全然 因為它這個房屋稅條例裡面規定的 這個房屋限制的話 那有關這個標準單價 或者地段率 或者這折舊率的部分呢 它都有一套的這個 各縣是有它的這個計算的方式在 好 書長您先請坐 這個我要講的是 我們的收入 沒有漲 當然是大家都講過了 中華民國關稅 全部都漲 物價漲什麼漲 就只有收入沒有漲 那我想過去的政府 過去政府 當然是中央政府 可能會講說 我們的稅收不夠 那 統籌分配下去 中央政府自己也難為 等等等等這些主張 可是 我們看到的是財政部 在104年全年 全年稅收是突破兩兆 兩兆一千五百八十八億元 而財政部公布一百零五年 今年前七月 已達到一兆三千四百二十九億元 這已經創立年新高了 所以預估 全年呢 全年 我們可以超增 五百五十億到六百億元 這個是今年 8月10號自由時報的報道 那麼 反觀我們的外銷 我們的外銷 104年 外銷總金額是三百五十億美元 那 一百零五年 今年的七月 這邊是省政院的這個 這個數據 數據 失業率是四點 零二趴 兩年來 首度破四 那麼今年的前半年 前上半年 不動產買賣移轉 十點六萬件 這創有史以來最低的 那 我們的稅 到底是不是真的不夠 徵收的不夠 我們看一下這個報導 財政部統計署的這個報導是說 我們的稅 已經 創歷史新高紀錄 首度突破兩兆元 就所有的總統稅收加起來是這樣子 那 一百零四年 收入是兩兆 一千三百四九億元 較一百零三年增加一千五百八十八億元 所以 我 我個人認為 我看了這些數據之後 看了這些統計 這個報導之後 我覺得 我們稅似乎 並沒有 少收 那 造成縣市政府 哀哀叫的原因 我想 當然 就是統籌分配稅的部分 這個 這個法令 法律沒有修正 坦白講 縣市政府 尤其是我們高雄市政府 無從去 主張什麼 那 稅收是高雄 所有縣市政府 維持基本運作 必須要做的一個 一個 行政上的作為 我不反對 尤其是地下稅 是否應該調漲 地下稅調漲 牽涉到是我們這個 政府花多少的經費 多少人力物力去開發這個地方 造成 該地方的居民 還有他的房屋增殖 我想 房屋增殖的原因 基本上 應該是 歸納在他的土地增殖 房屋本身 比方說 10年前 的建材的水準價格 跟現在 建材的水準價格 又 如果是用RC SRC 或木造的方式 所建造的價格成本 我想當然是不一樣 10年前跟10年後的今天 是不能相比的 所以房屋稅 房屋這種東西 基本上 照理來說 應該是會逐年折舊的 包括我剛剛出場提到 房屋一定是 一定是折舊的 很難想像房屋是一直 房屋本體是一直增殖的 越來越有價值 除非是古蹟嘛 那 因此 造成 房屋有價值的原因 應該是他的土地 這土地為什麼又增殖 當然就是 我們的 政府花了很多人力 物力去開發 該地 那所以 地價稅 該漲 我沒有意見 那 只是漲的部分 假設說 今天 是市中心開發 前進行星星 林亞 或新市鎮 鳳山 文山特區 美術館 龍十六 這個新興開發地區 當地的房屋 應該說 當地的土地價值漲 我沒有意見 那只是 如果今天 普遍是用全高雄市 包括 齊山 美農 六龜 納馬下 土地價 土地稅 也漲的話 那邊 反而我覺得 因為是鄉下 至少在開發程度 不像我們的這個 新市區 新開發的地方的 這個 這個新興程度 這麼的高 那那邊的土地 土地 這個 地價稅 該不該漲 那麼多 這個是不是有討論空間 這分地價稅的部分 是不是 局長或是處長 要提一下說 我要問了說 您的看法說 按照這種區別 這個待遇我聽到 我之後會提到說 以後我們的 地價評議委員會也好 不共產的這個 房屋稅的這個 評議的委員會也好 坦白是希望有更多的 開放公民參與 講開放公民參與 嚴格一點是 至少來的是 各地方 產官學的代表 都來表示意見 甚至於說 你們各提出 產界可以提出 三個 更多方案 學界 官界 也許不止一個版本 好幾個版本之後 我們大家討論 也許 我們做 官界的部分 也認同學界提出的看法 這部分我想說 對於地價稅 漲幅 要怎麼漲 局長 你要不要說明一下 還是覺得說 其實一體適用都OK的 局長 簡單說就好了 請局長說明 請局長說明 好我簡單說明 我想 主要的決定在納委員會 地價稅是在不動產平價委員會 那房屋稅是不動產平價委員會 地價稅是地政局那邊的委員會 而這個委員會的構成就是 成如剛剛羅議員所講的 產官學都有 包括我們議會的議員都有參與 我們開會也不是開一次 就是 這些代表性的人物會根據他的代表會說出他們的意見 然後再來整合 像我記得去年不動產平價委員會 我們地價平易委員會 我們就開了十幾次 我們地政局那邊 我們就參加了十幾次 就一次一次在這樣慢慢整合 我想明年五六月 我們也是比照這個模式 這個模式來辦理 就是希望多容納各方面的意見來處理 那今年地價稅調整比較多的原因 我想除了這個之外 除了委員會運作之外 還有一個就是在 在104年中央有連續兩次來穩 他的主要基礎就是說 三年調整 公告地價三年調整 就是三年的公告限制 要跟他相當 就是不能差異太大 三年累積調整的公告限制的這個幅度 跟三年公告地價一次 這個幅度不能差距太大 有這個要求 所以各地方政府 結果出來大概30%左右 是這樣的 這個是當時財政部長 強力要求的嗎 是地政司 地政司 回到我房屋稅的部分 我們在想 也許房屋稅沒有房子的人 當然沒有這個困擾 但是很難講 我們年輕朋友們 剛剛 上一位議員質詢 我們的高雄10年來的發展 這個我待會再提 我所關心還是 這個房屋 房屋部分 這個高雄政府 明治之舉 還沒有打 所謂的豪宅稅 囤房稅對不對 還沒有實施的部分 好 以後也會實施嗎 有沒有列入評估 我們的囤房稅 跟豪宅稅部分 局長 事實上這個問題 要跟羅議員報告 我們有評估過 那我們高雄是坦白講 要豪宅稅 或囤房稅的條件 還沒有具備 所以我們這幾年 都還沒有實施 好 您請坐 房屋稅到底在吵什麼 我這邊提到說 原本我們的房子 是按照房子蓋的時候 當時的水泥價格 計算房屋稅的 那麼10年後 政府說水泥漲了 所以我們10年前 蓋的房子 買的房子 10年後 也要按照 漲了以後的水泥價格 重新認定價格 來磕稅 這個就是溯極既往 這個跟我剛剛提到 台北市政府 溯極既往 30年前蓋的房子 要一筆試用 台南市政府 溯極既往 15年前蓋的房子 要一起試用 局長 我們高雄市政府 要不要溯極既往 這個很重要 這個我非常care 這部分 來 請局長回答 謝謝議長 跟羅議員報告 其實這個 現在 真正有實施的是台南市 台北市是炎議中 他明年要不要實施 也是明年要決定 事實上這個也是 坦白講 也是中央政府的部會 要求我們各縣市政府 因為原來沒有實施 就有一個解釋令 以前是規定不能追溯既往 那就是在 兩年前 這個 這個函令 他經過很多學者 專家的建議 把它廢除掉 所以重新可以考慮這個問題 你問我說 我們會不會考慮 當然 別的縣市都在考慮 我們基於我們財稅政策 我們只是在考慮 會不會實施 我想會聽多方的意見之後 我們再來決定 好不好 你先請坐 這個台南市 已經在回溯既往實施了 我只能說台南市財政局長 很勇敢 我只能說很勇敢 我如果從 我不知道他是從哪裡 請來的局長 那我這邊講說 我直接可以這邊講說 這個數字計劃 站在我學法律的 觀點來看 坦白講 沒有法律上依據 當然依法 不得行政 沒有法律依據 你也不能這麼做 過去 剛剛局長提到那個韓式 基本上韓式的東西是 立法者授權行政機關 因為那個比較細節 法律不方便做太 智惟末節的規範 所以授權給你行政機關去處理 那麼我們學過法律都知道 法律是數字計劃是 例外 法律是新訂之後往以後去拘束 所有發生的事實 數字計劃是例外 黨產條例是一個很 極端的例子 我只能這麼講 那個我不提 所以 既然韓式 是行政機關 本於立法授權 那這個授權 當時那個韓式 我記得是很久以前的了 民國幾年的韓式局長知道嗎 不確定 沒關係 沒關係 我的手上下 我剛剛有看到 我 我記得是很久以前的 那這個 我 也會 之所以 不能做一間 是民國五十六年 訂房屋稅條例的時候 還有當時的立法者 是 怎麼講 是不準你做一間 那遲到今日你行政機關或是各縣市政府 可能是因為我們的稅收真的不夠 我們需要開源 那我們重新研議 我不去製品 我沒有不肥奶這部分 但是搜集機網一定當時禁止搜集網 一定有它的時空被引在 你們現在把它引領 然後把當時的函視廢掉 本來行政機關就有以新函視取代舊函視的做法 沒有意見 但是這樣做 如果我們去打憲法訴訟的時候 大法官可能就會宣告違憲了 那宣告違憲之後 那我們之前如果已經做了 當然打官司從三審敗訴到大法官解釋完 可能已經三年四年五年了 那我們從五年前開始照這個方式 我們要收集網收 台南市政我收了嘛 那萬一有人跳起來打官司 憲法官司大王跟解釋 這是違憲了 怎麼辦 五年過去說我們再退還給民眾對不對 那個好 那個又多了一個行政程序 所以我們想房屋罪的時候 10年前的價格跟10年後的價格 建材價格本來就不大可能一樣的 那因此房屋稅條例第一條 第一款就已經講 按建造時材料單價表來區分價格 而不是以磕瀉石這個現在價格來看 所以坦白講 我認為這個房屋稅條例已經 從文藝解釋有點已經限制你收集網的空間了 那行政機關怎麼去講 我當然到時候再說了 好 再者我們地價稅今年調了30% 可是我記得我調了五倍 軍長我的地價稅調了五倍 這部分發生的問題 實務上發生的問題我待會兒再提出 地價稅調漲 坦白說我個人支持 因為政府花了很多的精力 財力在促進我們各個區域的發展 政府不去做公共建設 不去蓋公園 不去開路 請問你們居民住那邊還是那樣子嗎 看不出來有繁榮度嗎 就是因為去做了這些公園 然後我們蓋了植蓉池 鳳山 鳳山溪整治 草公圳整治 我只能說這是很大的一件功德 真的是很大的一件功德 那邊環境變得很漂亮 那黑暗的地方也不再有遊民 在那邊坦白講 帶小朋友經過都會怕怕 我不知道會不會經過會不會攻擊 整治起來了 河水乾淨了 然後水利建設做好了 這個都是我們住在附近居民之福氣 那因此那邊地價該不會漲 該漲 我也認為該漲 那只是另外一部分 也許偏鄉的部分 我們還沒有 也許我們認為那邊已經夠了 經濟建設已經夠了 那其他部分 偏向的部分坦白講 有些東西 我認為應該要維持住 才有鄉村的風貌 尤其原民的部分 當然該建設 給原住民朋友 多點就有機會了 沒有話講 那個一定要 但是有些部分 是一個值得保存的文化 歷史可以當作一個子孫傳承的 我不想說我的小孩也換過 這個也許以前有原民 同步他們這邊設的東西 怎麼沒有了 我前幾天也在講 是這個 那個 合德營愛議員 是不是提到說 這個男人聚落 原民朋友聚落的部分 那個我覺得是一個文化的 應該做的 桃園市有做 高雄市好像還沒有做 還在規劃當中 是不是 諸如此類 那麼 市區的調漲 地價位調漲幅度 跟鄉村調漲幅度 可能 我個人認為應該要做點區別 不能一體試用 全部都一樣的稅率調漲 好 一樣 我們地段好 路段好 所以地價稅多短一點 沒有問題 可是房屋稅 剛剛講的房屋稅的部分是 按照當時建材的價格 雖然第三款 房屋稅條約第十一條 第一項第三款有提到說 還要按房屋所處 街道存裡的商業交通情形 及房屋之供求概況 並比較各該不同的地段 但是房屋買賣價格 減除地價 這個減除地價 這四個字 有 它的立法的歷史背景在 那 這邊要提到了 我要請問一下 處長 我們高雄市的房屋稅的計算的公式 是怎麼樣 請處長回答之前我介紹一下 我們旁聽習有來到許多貴賓 由馬來西亞的鄭力康州議員 率領的馬來西亞人民公正黨參訪團 我們各位參訪團的貴賓 還有何全鋒議員也在上面 剛剛二登應愛議員也有接待大家 現場的局處首長 用熱烈的掌聲歡迎他們 歡迎大家來 謝謝 謝謝 抱歉 處長請繼續 好 跟議員報告 剛才提到的就是有關房屋稅呢 最主要的就是這個房屋限制的部分 那房屋限制的部分有三個部分 就是第一個就是這個標準單價 還有這個折就率 還有這邊議員可能比較關注的就是地段率的部分 那地段率呢 是不是特別提到的就是在法令上有說 減除這個地價 減除地價的部分 那因為呢 目前呢 我們地段率的這個在評估上 根本不是根據實價 實價的部分在處理 不是根據實價 我們大概是會參考它的公告限制的部分 去了解最主要的 還是會實地去去勘查 實地去勘查 所以目前呢 我們高翁市的這個整個 高翁市的這個地段率的嗎 從呢 大概呢 三個山區的這個茂林啊 或者拉馬夏 這個地方我們從80到最高是190 我們剛剛是這個地段率的部分是80到190 所以有關地段率 所以我們是有沒有把這個地價的部分呢 考慮在裡面 就是有應該是就是說有扣除掉這個部分 來做這個思考 有扣除地價的部分 我們這個部分 我們這個部分地價部分有扣除掉來做思考這個地段率大概是要多少這樣子 那地段率的評斷的標準是什麼 呃 剛才有報告過就是有關地段率的部分呢 我們大概 呃 一般根據呢 這個條例裡面所講的齁 我們大概會檢討我們這個全市裡面 這個街道的這個生活機能 還有它的商業情形 還有它交通狀況 這樣整體上去看了以後 那以前市的這個觀點 以整個高雄市的觀點 來衡量大概 呃 哪個地方會 會地段率會比較高一點這樣子 好 那有沒有把公告限制 地價公告限制 參桌在裡面 呃 我們大概只是參考 不過最主要是會實際去看它的這個 整體的這個繁榮度 是 它的繁榮度的部分 以實際去看呃 最主要 它只是一個參考而已 嗯 可是我們實際徵收房屋稅的時候 不是把地價率要沉下去嗎 之後還是會確定有一個稅率在那邊 幾倍在那邊 對不對 不是 我們我們房屋稅的跟的這個計算呢 跟地價稅有點有點不一樣 地價稅它是一個累進嘛 對 我想說那個地段率的路段率的部分 對 剛剛您提到百分之九十 是百分之一百九 對 那這百分之一百九 這個判斷標準是怎麼得來的 呃 剛才提到的就是會根據它的整體的這個繁榮度比較高 目前呢我們呃 是以大概在大力商圈的部分一百九最高啦 那邊是一百九啊 最高在這個部分 好 那所以地段率 按照法律 按照法律裡面坦白講 你們也沒有 最高限制你們最後調到什麼程度嗎 對不對 目前是沒有 不過我們呃 剛剛是的一項在 在處理上 我們看起來是 在全省六都裡面 我們是大概比較後段班的 就是整體的地段率的這個數額 是 好 處長您請坐 那麼 剛剛處長提到說 我們我們房屋稅的地段率還是會參照 當時 房屋所處的地方商業交通情況或這個繁榮度來做考量 那這考量不是應該是地價稅要考量的 納入考量的標準嗎 您懂我的意思 房屋稅地段率根本就不應該去考量這部分 如果您把這個也考量在內 那跟地價稅是重複的評價 雖然說有提到說扣除地價 可是如何扣除那個地價還是在 您把納入考量的因素還是在 所以這個標準 在地價稅被評價一次 在房屋稅地段率率被評價一次 那就造成我們的疑慮 同樣的 同樣的我的不動產地已經被課一次稅了 房屋又被納進來 某個因素 某個部分納進來又被課一次稅 所以會有一隻牛被扒兩成米的疑慮 這是我跟我同學 這個是我同學提出來的 我們兩個的疑慮是這樣子 所以他在台北奮鬥 我在高雄奮鬥 就是這樣子 所以這部分 我想 房子最終還是會老舊 沒有任何的價值 處長您同意這個看法嗎 房子最終 我知道有些房子給儲啊 就是不給大家的 所以我們的房屋稅是基本上是 平定是10萬塊 價值10萬塊以下 我們就不瞌睡了嘛 是這樣子 所以可見 我們的行政機關 我們稅源處都是認為房屋 一定都是逐年沒有價值的 地 不一定喔 地 搞不好一定逐年有價值的 所以 房屋稅的部分 該不該徵收 如何徵收 在美國坦白講 有些州根本不收房屋稅 因為他們認為房屋稅是 房屋本身是沒有任何價值 只會逐年到沒有價值 趨近於0的這個殘值 那我這邊要提到 這我剛剛提到說 地價稅房屋數路段率 如何從中瞌睡了 就是當行政機關 將交通運輸 影響地價因素的交通運輸 工商活動 房屋建築現況 納入考量的話 坦白講無形之中 我們就已經跟地價稅評價的 因素已經重疊了 我們坦白講已經重複評價了 這個 我不知道 以前在地價稅評定審議的時候 跟房屋會審議的時候 有沒有人提出說 這個思維思考方向 有沒有人提出來過 局長有沒有提過 請局長回答 請局長回答 謝謝議長 還有謝謝羅議員 我想您的質疑我理解 那我要這樣說 你剛剛前段也有講到 我們租稅是法定主義 那個房屋稅條例就講了 路段率一定要參考進去 也不是說 我們行政機關 隨便設一個地段率來徵收 原來那個條例就寫得很清楚 那我們處長剛剛也講 我們地段率的評定 我們是有參考公告限制 公告限制其實是一個區段一個區段 但是我們路段率只是參考他之一 參考他之一 我們要看繁榮程度 剛剛您有講到寵物課稅的問題 因為地價 因為增值 所以有課增值提高 所以提高了地價 但是相對房屋也一樣 您現在執著的 就是房屋會越來越老 它的價值就沒有 事實上 對,我知道殘值就越來越沒有 這是事實 但是相對於房屋 站在一個繁榮的地區 跟偏僻的地區 它的功能 它的使用強度 它的獲利的能力 也是因為政府有投入很多公共先生 就跟地價稅一樣 所以法令上要減除地價 就是說不要重複 這個我們高雄是都有做 是這樣來的 那你至於說 跟公告限制的那個觀念 我要強調一次 我們只是參考 它這個指標 我們稅檢處還會實際去看 因為它是平整個地段 我們是整個街道的那個基礎 是不一樣 所以技術上還是有區別的 好,我很高興聽到局長 我們確實有按照房屋 有減除地價這部分 如果有確實減除地價 這個會後 下個會期可以讓我看一下這個 尤其是 因為這個問題 明年要重新評估這個房屋稅 是否調整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知識挺大 當然我也希望徵收 我們高雄政府稅收 稅入的部分 但是稅入徵收的 合不合 合法當然是合法 合不合理 是否能夠讓一般社會大眾 能夠我們市民朋友能夠接受 那接下來我要提到說 在加州有個第十三號法案 它十三號法案是怎麼樣提到 剛剛局長提到說 市區的房子價值用途 已經跟鄉下的房子用途 不一樣 當然 加州第十三號法案提到是什麼 我的鄰居賣房子 他房子被賣掉 他要繳一些稅 地價稅 土地政策稅 房屋稅也要被科 當時的居民就覺得 我出賣家 我沒有賣 說我什麼事情 他的房子有增值 我沒有賣 我的房子我永遠不會有 當初我賣價 跟我當初取的房子價格成本 扣掉 我賺了幾千萬或幾億 這種情況存在 所以當時居民呢 三分之二加州市民 自己 自己 形成一個政策 你只能夠到收幾趴而已 三分之二通過了 這個是 在美國 民主政治史上 我看的第一次 直接行使創制權 在我們選舉罷免創制權 這個是直接民主的一種 當然之後的州議員 很多都想要把它提到 因為大家都想要 多收一點 結果沒有一次議會 能夠有效推翻掉 三分之二居民 直接形成這個政策 這就是我待會要講 我現在要接著講的 房屋稅審議 我們公民參與的可能性 即審議的標準為何 我們的房屋稅 過去一百零三年評估 或更早前一百年評估 以前怎麼評估 我們的產官學 這是我想公民議題 公民的運動 越來越蓬勃發展 當然我們 要歸功於我們的媒體新聞 還有我們的傳播知識 這個工具 太好了 太先進了 有沒有可能 讓 除了產官學專家人之外 讓我們的市民朋友 有興趣的 當然不能夠無敵放食 您對這部分 有一些經驗 或是有一些專業意見的 開放他們來參與 評估 處長還是請讓你回答 都可以 謝謝 謝謝議員 因為根據房屋稅條例裡面 對於這個組成不動產評價委員會 的這個委員 他是有規定的 這裡面有包括這個建管單位 地政還有這個不動產估價師 那還有這個土木或者結構技師 那另外還有這個都市計畫建築師 那還有包括有議員的部分 那他總共的成員是13個到16個 成員這樣子 那也包括市政府的這些官員的部分 所以在這個條例裡面 這個法令裡面 就有把相關的人員的部分 他就已經有設定了 那剛才提到的就是 我們以後再聘請這些委員的話 我們會思考議員所提的就是 在這個多元性還有各方面的話 我們會再進一步的斟酌 是 好 助長請坐 因為 坦白說地下歲 不了解的事情朋友 當然就真的 沒有去追根究理 為什麼會調長 當然一昧的說 長了 我就要 有些人長得真的很誇張 他可能 賣屁股都 沒有辦法腳那麼多錢 這個就算了 這是因為資訊 我們在行政機關在做審議 或一項決策出來之前 真正出來之前 可能在行政過程 我們一直想強調 程序正義 程序正義 坦白講 這是最基本的程序正義在這裡 舉凡 侵犯到人民的自由權利的 憲法都已經講了 你一定要符合比例原則 如何調漲 調漲當然沒話講 調漲 調漲的幅度 如何 那是不是 要因地質疑 各自是用不同的 這個路段率 如果路段率問題 以後會發生 我想可能有人提訴 已經有人提訴 已經有人提訴願了 打現場官司 一定是 我覺得應該是 在所難免了 在這個情況下 我覺得 如果路段率我們就維持 現在不動 那 讓更多的人能夠 表達意見 傾聽民意 我想 對於之後 民怨 以及 人民能夠接受的程度 會很高興 就是確實是這樣子 好 就不會有知道 後續就來抗爭什麼 這些問題存在 好 這個是駐水法令原則 這個路段率我想 高雄市政府 剛剛出馬 講很清楚 我就不指引您這部分 我跟你講 路段率這部分 原來法律沒有規範一定的 一定的那個 maximum 沒有最高的那個 所以完全是看長官 我如果今天行政首長 我想要 欸 漲百分之六十 漲六倍 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 這個台南市 我剛剛講台南市財政局長 會害死台南市長 沒有 你還沒有 你還沒有就 所有的狀況 瞭解 你就說 所以既往 那麼 我不知道他們這個 所以既往 有沒有經過台南市議會去 做審議 基本上是不用的啦 這個是行政權的範圍 立法 也許你送過來被查 就是我 我們高雄市議會在提到的 什麼李柯永案 還有什麼 什麼案 水費徵收案 因為我自己是念法律的 我清楚立法行政司法的界限 這個部分 我想我跟 我們其他議員同仁跟主席也 不要說說 這個其實行政權的核心範圍 立法 基本上 是不能夠介入的 否則的話 你所有東西 都議會來處理就好了 那麼我是不是高雄市議會的 全體議員要擔這個責任 那行政機關 可是因為立法程序 比較冗長 我們開會的時間 沒有那麼的多 要排進來 那行政機關不用做事了 所以 法律制度會這樣定定 絕對有它的道理在 有問題上司法 雖然我們司法 我始終相信 我們司法是很堅權的 好不好 這個我對我們司法 是有信心的 回過頭來看 法律稅所有計劃 跟陸戰率 這兩個是 之後我會 就財政局非常的 用力的監督各位的 好不好 那 這個是指價登錄 房屋稅接住 好我現在提著講 提著講 我們的 地價稅 調漲之後 發生了問題 我介紹一個陳親來的 他是低收入戶 但是他是租 租房子住的 他租房子住 他是低收入戶 所以想當然有去領取 我們社會局的租屋津貼 住宅津貼 結果呢 你有領住宅津貼 可是這房屋 原本房東 房東是沒有 應該是沒有去報稅啦 反正也沒有繳稅啦 結果一查 欸不對啊 這個某某先生 你這個房子出租給這個低收入戶 所以你這個已經不是自用住宅了 你要改用一般住宅的課稅 結果 房東就 就 就講說 那我不好意思 因為你去請領這個住宅津貼 導致我被查到 那很抱歉 那我這個要轉嫁到你身上 房租我要漲價 漲的服務 那就是我每年要找到 你可能就貼給我 這樣形成什麼 我們社會局一方面給補助 結果我們的 稅收一方面收回來 請問一下 這樣出去又拿回來 那 這樣子到底誰受利 誰受害 房東坦白講他就沒有啊 我就轉嫁到你 你你你你你 承租戶的身上嘛 你去 你還是可以繼續請領那個 低收入戶的津貼啊 好不好 也許你們會 各位提到說 那房東你就不要租給他就好了 可是 我今天是存 在外面租房子住的 我的能力 也買不起房子 我全家大小 就靠我租這個房子住 你今天叫我去租別的地方 萬一 不會遇到像一個 跟您一樣的房東嗎 難道 我租三次 四次五次房子 我都遇到這 情況 房東就把我趕走了 你要不要你就不要租了 那我是不是要帶全家大小 去燒蛋自殺去去 然後就不好 去住公園呢 所以 這次的食物上已經發生一個問題了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我發現我們的地價稅 室員處跟我們的戶籍 戶籍好像沒有連線 所以導致 A的戶籍在他的原地 可是他已經不住戶籍很久了 他的戶籍也不在那裡了 所以 室員處的那個 他的戶籍資料 A的戶籍資料 沒有去更新 導致我們要繳稅 都寄到他原來戶籍 今天還好那個A的有親人住那裡 他的家人已經幫他通知說 你不要拿這個要繳了 或是你幫他繳完了 否則的話 他一旦錯過了這個 繳大期限 是不是有繳納金的問題 他就很冤枉 搞的那件事你們自己 戶籍是要沒有更新 這個戶籍跟 資料金處連線的部分 是不是要更正一下 好 社長不用回答 沒關係 我只是提出 事務上已經發生的 活生生的案例發生了 其中一個發生在我身上 就這樣子 那 再者 我要請教局長 您認為如果房屋稅明年都大幅調漲 對高雄市 會帶來何種衝擊 局長 請局長回答 謝謝議長 謝謝羅議員 你說如果 其實這個如果 我要這邊說 目前依據我們收集的資料 明年不會大幅調漲 會漲喔 會不會漲還不一定 但是依據我現在講實話 我在議會很負責的講 依據我們稅檢處給我的資料 這三年的營建工程指數 坦白講 就房屋限制的部分 並沒有什麼變動 大概 折舊率 現在目前我們折舊率 我們高雄市的折舊率 是1.17 是全國最高的折舊率 那現在就是入斷率的問題 入斷率的問題 入斷率沒有要重新評估 或是 雖然重新評估也不會漲太多 這三年我們還是要 依據實際狀況來評估 所以依據我 他稅檢處給我的資料 明年絕對不會大幅調漲 絕對不會 但是怎麼調 我今天真的沒辦法給你 沒關係 沒關係 因為我這邊 當然我的假設性問題是 如果大幅調漲 對於我們市府 有兩樣東西就不用完了 一個叫都更 一個叫地上權 我們輪化國小地上權 如果你大幅調漲 很抱歉 誰敢來標 權益金就這樣子 好不容易我們的金發局 去拼招商出餐 已經現在 我沒記錯是全六都第一名了 繼續維持下去 好不容易 那基本上我也希望 羅來國小地上權 趕快標出去 有人來 至少那邊是經濟繁榮 這個是所有市民樂見的情況 大幅調漲 一定會有兩將地上權 跟都更 這是我要提出的 最後 剛剛上一位議員提到 市長在高雄執政十年的改變 我剛好今天本來留一點時間 就給市長 結果他已經先提了 可是我這邊提的是 感謝市長 我剛說了 鳳山西整治曹公駿 這是鳳山市民的一個大福氣 這個很大件功德 所以 尤其是昨天 全台灣首座萬噸民生污水 再生水場動土 更棒 這個我真覺得 感謝 當然也感謝中央政府的支持 那 過去的十年 住在鳳山市民都有改 富南改變很多 尤其是 不通的馬路 當然還有幾條 這個是我們要繼續努力的部分 最近也有民眾跟我曾經 要再打通 好 我們這也要繼續努力 這個打通對消防 是很大的一些貢獻 所以 我不認為 市長過去十年 高雄市 是什麼人口經濟衰退 反而 我要感謝市長 過去十年 為高雄市所做的努力 尤其 感謝中央政府 520之後 支持高雄市政府 這部分 我想 我要留一些時間 給我們副市長 看副市長或市長 副市長來 幫我們講 請 您對高雄市過去十年 您做哪些 勇敢的說出來 許立民副市長 許副市長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 我想 這個 每個人的解讀 可能都會因為 這個政黨的色彩 而不一樣 那 提了很多 這個數字 其實很多數字 坦白講 都是以偏概全 你用片段的數字 某一個特定時段 去解釋 把它放大成 是一個全部的現象 這其實不對的 我們過去這十年 盈利事業的 銷售額成長率 六度第二 我們的 個人的可支配所得 六度第二 那種種的 除了這些 冰冷的數字之外 其實我想很多 不管是包含 高雄本地的市民 或者是外地來的 其實來到高雄這幾年 大概就是 哇高雄變漂亮了 高雄改變了 所以這個其實 過去這十年 如果要講 說是他什麼 失落的十年 我想真正來講的話 這十年是高雄人 找回自我信心的十年 找回光榮的十年 這是我自己的心得 謝謝許副市長 那我想 以上 就是我對於 這次 主要是房屋稅部分 跟局長處長 能夠做 比較深入的討論 那補充 之前幾位議員 雖然有提到 但是我想他們的 沒有那麼的深入 這部分 是我們下個會期 明年度 會緊追的 好嗎 那 謝謝羅議員 的質詢 休息十分鐘 謝謝羅議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